2013年10月2日 200名动物解放组织成员聚集在联邦广场 以我们不曾遗忘We Will Remember为主旨 手上捧着因暴力人为开发忽视而死去的动物尸体 各个神情难过现场气愤树木哀伤 动物解放组织多年来在世界各地举办类似活动 为的就是让社会看见动物的痛苦与死亡 他们相信动物就跟人一样有活在世界上的权利 人类不应该因为飞起足累而漠视痛苦的发生 成员将逝去的动物宝贵地捧在怀里 呼吁大家站出来让他们所受的迫害不再被忽视 这些美丽的生命无论生前如何被伤害 在这里大家献上最诚挚的尊重 为这些无名的生命立碑 面怀并感恩他们用生命给予人们重新反省的机会 显示人类存在世界上的角色与意义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地窍和平新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